Final Fantasy XIV 在全球突破五百萬人次之後 最新的大型資料片《紅蓮的解放者》 也即將在 6 月 20 號上市囉 這次不只追加了兩個新的職業 還有大量的故事劇情 而且所有職業的戰鬥系統都將大改喔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趕快一起來看看吧 Final Fantasy XIV 身為 FF 系列第二款線上遊戲 在 2.0 的新生艾奧傑亞 跟 3.0 的蒼天德 伊修加爾德之後 全新大型資料片《4.0 紅蓮的解放者》 也快要正式上線囉 本作除了中國有專屬伺服器跟中文介面之外 其他區域的玩家都是共用全球伺服器 部分主機支援英、日、法、德四種語言介面 為了這次大型改版 已經公布的全新主題曲 是由 FF 系列知名作曲家直松申夫所作 玩家等級上線由 60 增加到 70 之外 還公布了許多系統調整跟其他資訊 但是在日前 由總監儀田之樹直播的新戰鬥技能說明時 讓全球玩家都驚呆了 不只兩個新職業的赤魔道士 跟 4 有新的戰鬥機器系統之外 連舊友的 14 個職業 都出現了全新的戰鬥系統跟戰鬥技能 一個資料片把整個系統都改掉 比魔獸世界還狂啊 也讓舊友的各職業更具特色 Final Fantasy XIV 紅蓮的解放者 將在 2017 年 6 月 20 號正式上線 有興趣的玩家遊戲現在特惠中喔 Final Fantasy XIV 紅蓮的解放手 Final Fantasy XIV